第一,安全第一,现在去澳门必须需要核酸证明 所以一定要记得这段时间还没有进一步讯息的之前 还要准备纸质核酸证明,这是第一个 第二,去到澳门之后,因为目前澳门仍是复工产 可能不是全部餐厅是可以营业的 所以如果想找好东西吃,过去之前 还是上网搜索一下哪些餐厅已经准备好的 我们相信随着元旦,以及元旦之后的一月份 会有愈来愈多的市民会去澳门喝酒吃 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会做足相关的功夫 据我个人自己判断,应该到一月初上旬 我相信可以恢复正常的两到三成大 但是到春节,我相信就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其实这个帮助的作用对我们是十分之有意义的 现在来说,开始我们觉得旅客未必会这么多住 也我们希望有序地做 但是我想那个意义性是更加大 整个旅游业都是很开心的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真真正正的开始可以谈上复苏 预计应该或者是农历年之后 就会可能会有多些的酬组 因为酬组亦都需要时间 那变成了大概二月、三月的时候 我们觉得那个旅行团就开始是会比较多些的团可以来得到 其实在多次我们都有提过 我们旅游业的人手那里都是比较紧张 那现在我们都是要去找回招聘一些人手 那这里也都其实有相当的困难 因为我们都停摆了三年 那有些以前的旅游从业园 他们已经转了行 那也都在那个行里面可能有些成绩 那变成了叫他们回来不是那么容易 那但是最近这两个好消息 澳门和内地通关之后 那也都是加了一支强心针 那现在看到这些真是完全全面开放的话 那便觉得旅游是真是可以走路 真是有一个前景在这 那变成了对于我们的招聘都会好些 心情当然是很兴奋 那因为这个团的自由度很大 毕竟我们都很久没有过去出外去玩 那尤其是澳门是和我们香港息息相关的 其实都预认了喝饮食食各方面 我相信三几千元都一定要用得到 我们当然就算你在香港 我们都要自己保守自己 那那个保护功夫我们做足些 戴口罩这个一定 人多的地方我们就尽量保持一点点距离 因为这些我们必然都是要做的 你会招待到来 你会招待到来